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这个叫做释放一个叫做继承癌的受困情绪 这个在继承癌的受困情绪 也就是说呢 我们从父母是不是继承了我们长的什么样子 对不对 头发是卷的啊 显性隐性啊 这个叫做表征的DNA 但是呢 我们也从父母身上继承到怎么样 哇 这个你对情绪感受的这种特征 这个叫做怎么样 情绪的DNA 那我们称他为怎么样 继承癌的受困情绪 那这一个学员呢 就是说 他上完课之后怎么样 哇 他就回去练习啊 发现怎么样 早上起来啊 肚子痛痛的啊 又不是生理期啊 但是怎么样 释放了一个继承癌的受困情绪之后 从爸爸那边来 往上延续85代 释放完之后怎么样 哇 身体一震的怎么样 轻盈跟轻松 好 那这个就是说 这个学员也是就是说 他妇科发炎很久一直都没有改善 后来也是怎么样 哇 也是找到怎么样 哇 有继承来的受困情绪的原因怎么样 造成他这个病痛一直都没有好 那释放完之后怎么样 这个病痛就开始改善了 这个是一个女生的学员啊 他就是多年来莫名其妙怎么样 就会一直有那种想死的念头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 无忧来的那种想死的念头 那是怎么样 父母怎么样 感情很好 家庭和乐啊 跟兄弟姐妹关系都很好 没有理由就会这样啊 很奇怪 后来怎么样 哇 释放了一个叫做 受胎前的受困情绪之后怎么样 观察了两天怎么样 哇 都没有这个想死的念头了 好 那这个是在7月23 2017年7月23号啦 就是上完课之后隔天怎么样 发现就是说 胸口有一些长期的疼痛怎么样 减轻了一半啊 然后在为自己疗愈了之后 发现怎么样 哇 自己的行动力回来了 以前在职场上被人家霸凌啊 敢怒不敢言啊 话到嘴边都吞回去 这种个性啊怎么样 长期的这个困扰都改善了 好 这个多年的肩膀痛 这个学员说 他这个多年的肩膀痛 那释放了怎么样 受困情绪之后怎么样 就改善了 非常非常的就是说 就是因为他物理治疗啊 什么都没有效 就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那我特别就是说 在后面这边讲一个 讲一个这个 这个是一位学员 他写他自己和全家 这个是一个女学员 她的年纪跟我就是同年 就是大概40出头岁这样 她说呢 她从这个有生理期来之后呢 怎么样 一直都受到怎么样 哇 流量特多的困扰这样 甚至就是说怎么样 使用42公分的这个 这个 这个卫生棉怎么样 还都会溢满出来这样 就是长期贫血这样 后来呢 为自己的什么样 升职系统释放 受困情绪之后怎么样 终于知道什么叫做 那个正常的血量 那情绪密码里面 有一个叫做心强 那他就怎么样 为自己释放完心强之后 一开始不太有什么感觉 但是慢慢慢慢怎么样 哎 怎么样 感受到生命不同啊 觉得自己怎么样 开始活起来了啊 喜怒哀乐越来越明显啊 笑点越来越低啊 那这个 这一位学员 他说以前 他没有办法跟权威 或是长辈者讲话 常常怎么样 要开始讲的时候 他一直内心一直推敲啊 内心细一直上演啊 走到长辈 或是权威者身边 还没讲出来的时候 怎么样 眼泪都先跑出来了 那只能选择沉默以对 那现在怎么样 遇到不喜欢的事情怎么样 会说不啊 怎么样 会勇于表达自己不同的意见 以前没事就去大卖场 怎么样 乱买东西啊 花冤枉钱啊 那使用情绪密码 让他省了不少的开支 怎么样 以前很会拖延啊 现在怎么样 这个性质变比较急啊 会怎么样 喜欢去开始尝试不一样的东西 那这个是他的女儿 他说他的女儿 从国小发育开始之后呢 左边的胸部就有一个 一公分多的硬块 妈妈怎么样 很慈爱啊 回去怎么样 一直为女儿疗愈啊 释放怎么样 生殖系统上的受困情绪 释放心强啊 后来怎么样 这个硬块就不见了 那以前怎么样 就是这个女儿怎么样 长痘痘啊 他了解到就是说怎么样 这个痘痘的成因怎么样 原来是跟同学相处有关 这个受困情绪在我们身上 会累积出各式各样奇怪的问题 那以前怎么样 那个同学挑衅他 就是他只能压力 那透过释放情绪密码之后怎么样 给予他精神上的困扰 连痘痘都怎么样 都比较少了 那这个是当事人的儿子 那他的儿子怎么样 就是说这个 身上国山之后怎么样 哇 沉迷于电玩 妈妈怎么样 也是很慈爱啊 一直为他疗愈啊 然后呢 疗愈到怎么样 他现在会主动想要跟同学出去运动 还会怎么样 愿意去安心班复习功课 还怎么样 哇 以前独善其身 现在愿意怎么样 承担繁重的还教工作 甚至想要留下来 为同学补习功课 那以前怎么样 他这个同学 就是他的儿子 以前可能被同学欺负 怎么样 哇 内心压力很大 妈妈都不敢跟他设定 那个目标 哇 你要考什么高中啊 什么这样 那试放完之后开始有信心了 妈妈怎么样 都可以跟儿子设定 就说 我们来设定一个什么目标 要考到什么高中啊 这样子 那这个是当事人的妈妈 当事人说 这个情绪密码为他妈妈疗愈 是怎么样 让他觉得最感恩的 因为怎么样 哇 他们家以前可能怎么样 欠了亲戚很多钱 常常又还不起啊 对不对 那有时候女儿怎么样 哇 已经赚了钱了啊 对不对 有能力啊 想要请妈妈吃一顿好的 妈妈都会觉得就说 啊 我们家欠人家 那么多钱都还不起你 对不对 你请我这样吃 哇 我怎么会吃得起呢 都会觉得自己不值得这个好 那后来怎么样 他为妈妈疗愈之后怎么样 哇 妈妈笑容变多 觉得自己不再低人一等啊 开始怎么样 哇 把自己摆在低位啊 放下过去啊 为自己而活啦 这个应该稍微 上了一点年纪的女性 应该都知道嘛 就是说这个传统社会怎么样 对女性的一直压抑啊这样 所以很多女性怎么样 哇 从小就这样一直被压抑 包含这位妈妈 我想包含在现场 很多比较年长的 大姐 阿姨 应该都可以感受得到 那怎么样 我们已经活了这一把年纪嘛 如果可以的话怎么样 把这些东西抛下 好好的怎么样 活一个快乐愉快的人生嘛